不到两个月 医疗改革不但遭到了老人和退休群众的怨声载道 更是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痛批 医疗改革的根本就是让大家买得起药看得起定 因为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要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办事为人民着想 2023年医保改革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老年人着想 减轻老年人的负担 那为什么这次医改却遭到了大多数老人的反对呢 大家名义汹汹呢 因为这次医改不仅没有给老年人带来真正的实惠 而且还加重了老年人的负担 给老年人增加了很多麻烦 有人说呀这简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老年人医保卡里的钱不仅变少了 而且现在呢在门诊看病报销啊也限额了 另外很多药啊原本在附近的药店就可以买得到 而现在呢必须得去医院了 变得更加的麻烦 老年人呢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 很多人呢都有慢性病基础病 来次医院呢很不方便 他们看病呢基本上都需要家属陪同 医院里啊人满没话 光好看病啊也得排队 没有一天的时间是根本搞不过来的 另外呢在医院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 这些检查费呢也不能报销 那么即使报销医药费也是有个范围的 这就意味着为了一点点的医药费不仅要耽误子女一天的工作 自己呢还要倒贴各种各样的检查费 不到万不得已啊是谁也不想去医院 这到底是减轻了老年人的负担还是增加了老年人的负担呢 任何一项政策出台都要牵一把而动全身 经过深思熟理不能闭门造车呀 这次医保改革为什么不仅遭到了大多数老年人的反对 更是遭到了年轻人的普遍反对呢 医保改革部门要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反思了 凡是要以民为主 出发点呢应该是好的 但是也要结合实际站在人民群众的位置上去想一想 不能再让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啊再发生了 那么对于这次的医疗改革 你们有怎样的